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有澳洲的煤炭企業踢爆 說大陸從很多其他外國高價購買的煤炭 到最後到手的時候就發現得到 原來有很多都是澳洲煤 另外南華早報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大陸正在考慮要重新進口部分的澳洲煤炭 特別是說要從那七十幾艘已經靠近大陸岸邊的澳洲運煤船進口 至於第二宗消息 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所說 深圳等多地出現了限水的情況 為什麼呢 據說由於要省電的緣故 所以就搞到要降壓供水 最後導致鬧水荒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們現在先說一下 到底中澳貿易戰的情況是發展成怎樣 根據澳洲SBS電台的報導所說 澳洲煤炭上市公司 Whitehaven Co 昨天發表了上一個季度的報告 他們就說 中國的貿易限制措施 是改變了海運煤炭的貿易流向 這家公司還提到 中國是用了更高的成本 從俄羅斯 印尼 和南非等國家 進口煤炭 以取代大陸的國內生產 澳洲煤炭 沒有再運到中國 但在尋找其他地方的客戶 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和中東 傳統上 送到這些市場的貿易煤炭 最終目的地就是中國 即是說 現在可能是在上演一場 大豆鬧劇的翻版 大家記得 中美貿易戰打得最厲害的時候 大陸就說 不要從美國進口大豆 從哪裡進口 從巴西進口 誰不知巴西原來就是冷手撿的熱煎堆 巴西本身 自己生產的大豆都是有限的 於是又是從美國進口 然後一個麻煩就轉口到大陸 巴西就這樣坐在這裏 就已經賺了一大筆的經手費 當然大陸為了僱存自己的面子 就很肯捨得花錢 對於巴西來說絕對無所謂 你要買多少他多多都肯賣給你 難得有條水魚自己游過來 他當然可以搶就搶吧 現在這家 Whitehaven煤炭公司還說到 他們在煤炭市場上觀察得到 很多以往專門賣煤炭給中國的參加者 他們轉移賣去其他以往沒有接觸的市場 而中國在實施禁令的期間 要向一些非傳統的來源 購入煤炭 以滿足他們的自身需要 按照他們這個說法 即是大陸搞了一大輪 到最後進口的很可能 其實都是澳洲煤炭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話 就等同於大鬥鬧劇的翻版 大陸就花了很多冤枉錢 搞這些所謂的中澳貿易戰 其實是很無謂的 所以搞到最後 真正受益的就是那些經手的國家 對於那些國家來說 他絕對無所謂 最好還恨大陸買多些煤炭 大陸買多些 這些國家就從澳洲進口多些 那些國家就賺多些 其實這些國家本身來說 想想也知道 究竟能不能即時提升煤炭的產量 大家都知道澳洲就是產煤大國 其他那些什麼印尼 待會又有俄羅斯等等 他是不是真的忽然可以投放那麼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提升煤炭的生產 我真的覺得是有疑問的 當然大陸就不理 總之他在名義上 真的暫停了從澳洲進口煤炭 哪怕他花的錢 比以往更多的也好 他都覺得是已經完成了任務 覺得自己是贏了 這些實情就叫做精神勝利法 接著就再說 關於南華早報的那篇消息 他們聲稱大陸正在考慮 要進口一些已經埋了岸邊的那些澳洲煤炭 他們就說去年對於澳洲煤炭的禁令生效了之後 大約有70艘船 在等候射貨 就是那些澳洲的 運煤船 在去年的12月 中國從所有國家的煤炭進口量 就飆升到創紀錄的水平 年度煤炭的總進口量是超過3億噸 達到了20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個數據就足以反映出 大陸的煤炭需求是多麼強勁才行 他去搞中澳貿易戰 說停止從澳洲進口煤炭 其實就是搬石頭砍自己的腳 找自己扮 明明直接從澳洲進口煤炭 就可以節省一大筆 但是大陸就說要報復澳洲那樣 所以就自己是拿錢來浪費 這些叫做為了口氣 實際做貿易是求財 不是求氣 所以現在他們說 要考慮一下 要進口那70多艘運煤船上的煤炭 那這些就叫做一家便宜兩家著 你對於大陸自身來說 又可以即時解決煤炭需求的延微之急 我相信他們這樣作出這個考慮 其實就是要保障得到 過年的時候的煤炭供應 你不要搞到過年 就是大陸所說的春節的時候 都搞到要熬冷就不好了 那這70多艘澳洲貨輪 如果全部卸貨的時候 就應該頂得到一段時間 對於大陸方面就有益處 對於澳洲方面也有益處 因為在這70多艘船上的水手 其實就已經悶到發芳了 開始就逐步出現一些精神健康上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1500名的水手 自從去年6月開始 就已經被困海上了 到現在就已經是超過了半年了 而且這班人一直都被禁止上岸 一直在船上飄浮 那種慘況就真是可想而知 故此 如果南華早報這一篇的消息 是屬實的話 無論對於中國 或者對於澳洲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你起碼就解決了 這70多艘貨輪吊吊的情況 之後你從不從澳洲 再直接進口煤炭 你自己再談 你解決了這派人才有千多人 按照目前的走勢來說 到底中澳貿易戰還會不會打下去呢 實際上大陸初期的時候是威威勢 比如說 他又要禁止從澳洲進口的龍蝦 葡萄酒 大麥 或者是澳洲的和牛 實際上你停止進口這些東西 金額就很小 你只是等於跟打牌一樣 你不斷吃雞糊 再物食當三番 但是澳洲的真正殺手簡 就是煤炭和鐵礦砂 那些才是大三元和大四起 那些才是猛料 所以就算這個中澳貿易戰勉強再打下去的時候 對於澳洲來說 他在那些雞糊上的損失 他絕對是可以通過鐵礦砂的台價 來賺回來 所以就算這個中澳貿易戰勉強再打下去的時候 對於澳洲來說的損失就很有限 因為大陸現在抵制澳洲的產品 澳洲政府就為這些產品去海外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長此下去的話 澳洲的對外貿易就真的可以完全擺脫得到 大陸的影響力 當然澳洲的鐵礦砂是會照舊出口到大陸 在這場的中澳貿易戰當中 其實全球有很多人類都是受惠的 因為以往澳洲的產品 價廉物美 其實是 不過就比大陸進口 就搶高了價錢 大家現在去街市看看 澳洲龍蝦是抵到爛的 澳洲那些和牛 抵到爛的價錢 所以他有他打貿易戰 香港人就應該把握這個時機 去趁著低價收拾多些便宜貨 真是 現在澳洲龍蝦 澳洲和牛 現在差不多過年了 大家去買一些自己煮都可以的 好吃的那些口感 一流 根本上他有他打 如果他打完的時候 到時就沒有口福了 貴到媽媽都不認得 到時報復性的消費 好 那就說回第二單的消息 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大陸有部分的地方為了節省電力 降壓供水 導致全國多地出現了水荒 浙江溫州近日還派發水票來供水 要憑票來取水 另外深圳龍江那樹 亦出現了限水的情況 那個自來水供應是時短時短的 有些民眾就清清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 基本上都是停水的狀態 每天就只有一到兩個小時 有少量的自來水供應 他還宣稱 三天都已經沒有洗澡 因為不夠水 只能夠接水來洗臉就算了 好在現在就是冬天 如果夏天就肯定是冤不冷臭 這個供水公司 怎麼說 他們就說 具體的斷水原因都不清楚 街道辦就解釋 由於地下的喉管進行改造工程 所以就導致斷水 預計工程在春節之前才完工 那就是搞事 你說喉管老化就換了那一段 很快搞定 這些東西 是不是要搞到春節之前才完工 還是好像蘋果所說 是不是省電的緣故 去降壓供水 搞到 就是鬧水荒 深圳都已經可以說是大灣區的龍頭 都竟然出現這種情況 你說是不是虧那群特區政府的官員 是好意思 叫香港那些年輕的子女 走上大陸那裡做事 你自己的子女都不去 你子女去不去龍江 說得出就說自己的子女都不去 叫香港那些大學畢業生 走上去上邊做事 要發展大灣區 你的官員說完這些說話 哪有說服力才行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